记者陈灿坤云林报道,记取双清昔日赚钱辛劳,似乎像沙伦湖文史关怀协会邀地方泥水工,在社区修筑一堵砖墙,挂上昔日赚钱的工具,提醒下一代了解养家活口的不易,需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。 台语早年歌曲《流浪的太阳》,倒进许多有紫离乡背景的哀愁,沙伦湖文史关怀协找来村子里多为您水工,重现昔日赚会讨生活的工夫,以烦刀等简单工具,将一块块砖头砌起一堵墙,同时在墙上挂着过去帮忙他们赚钱的家伙,以示感谢这些陪伴多年的老伙计。 沙伦湖文史关怀协会表示,三条人位在风头水尾,谋生相当不易,从前年轻力壮夫妇外出靠当年水工讨生活的村民相当多,相对隔代教养的家庭也很普遍,与子女双亲长时间分离,由子们称受乡愁及私亲压力备受煎熬,协会想借着社区营造传达他们的辛劳。